本地的私造车司机不断增加 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12月 共有54,000多人持有私造车执照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成 反观 德适司机人数却连续7个月减少 路边载客的烫次也持续减少 本地公众对德适和私造车服务的满意度则提升 平均得分从前年的8分提高了去年的8.2分 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德适的路边载客量从去年7月开始下滑 上个月每天平均的载客量为7万5千趟次 比前一个月减少了2千趟次 在去年12月点对点载客量则增加到了58万9千趟 当中超过八成是通过造车平台造车 另外德适车队也连续三个月缩减 截至去年12月共有13620辆德适 不过持有四兆车执照的人数却有所增加 环比增加了243人 尽管如此 公共交通理事会去年8月对1500多名乘客进行的调查显示 96%的受访者对本地点对点的交通服务感到满意 其中德适乘客满意度平均得分从前年的8.1分提高到了8.3分 在八大服务指标当中 乘客对等候时间的满意度进步最大 从前年的7.1分提高到了8分 思照车方面 乘客满意度平均得分则从2022年的7.9分提高到了8.1分 当中同样也是对等候时间的满意度进步最大 分数提高到了7.5分